港星成龙最近在他61岁生日的时候发表了一本自传 叙述他的人生起伏跟他种种的奋斗历程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还没长大就老了》 惊人的巧合 我们发觉这个书名跟我们下面要介绍的故事 几乎就是完全吻合的写照 的确我们故事的主角叫做海利·欧坚尼斯 是位英国的小女孩 她一出生就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她罹患了遗传性罕见的早衰症或者是早老症 全世界70亿人口当中 大概不超过100多个才有这样子 才有这种情况发生 意思说她每一天的日子都比常人 可以说要快上八倍 欢迎知她一年的时间相当于我们成长了八年 你可以知道她的老化的速度 也造成她身体很大的负荷 几乎注定她不能活太久 因此当她的母亲知道了讯息的时候 家人难道就此崩溃吗 没有 他们家人从此决定要给这个小女孩一个最快乐的生活 即使那个生命是非常的短暂 因此他们带了她旅游各地 也跟世界各地的名人见面 而这位小女孩知她年长之后慢慢了解自己的生命 她也愿意为她的生命努力去活那每一天 最后她成为世界上体型最娇小的一位世界名人 她还出了自传 鼓励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生所预测的大限来临之急 还是活得好好的 家人甚至拦起了新的希望 还让她去美国念高中 但就在最近17岁的时候 她尝试在家中 死的时候一时的估计 她的年龄已经达到常人的100岁以上 不过突然只有短短的17年 她活得异常的丰富 因为她留给了我们 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当你知道生命的现成只有那么短暂的时候 你能够只能坐在那边蹉跎颓葬吗 这位小女孩的故事告诉你 答案绝非如此 有太多的事 值得你去珍惜 去争取 去努力 听她的声音还是小娃娃 但这个小娃娃因为罹患早衰症 从小饱受折磨 因为早衰症儿童老化的速度 是一般人的八倍 平均寿命只有13岁 生日其实是种倒数 我的妻子的期望是13岁 但我一定不会生到18岁 所以我不能驾驶 我会变成迷茫 虽然被老天爷开了残忍的玩笑 但开朗的海莉想活得意志坚强 她努力学习 要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 海莉是家里第一个孩子 刚出生时生长迟缓 6个月大 还在用刚出生的尿布 母亲带她到处看医生 两岁才被诊断出罹患 早衰症 这种基因突变的罕见疾病 新生人出现几率只有800万分之一 海莉的妈妈差点被击倒 我们必须接近 这是我们的唯一方向 索性海莉的外祖母 积极搜集相关资讯求援 开始凝聚了全家人的心 希望能给这个孩子 正常的成长机会 海莉很早就意识到 自己与众不同 但她并没有变得封闭 反倒乐观开朗 当人们问你关于Progeria 你对他们的说法 是一种病毒 让你育成 让你年轻 和其他孩子 让你育成更快 让你育成 和小贾斯汀合照 小鹿乱撞 她还曾与凯利米诺 以及查尔斯王储等名人合影 活跃的她 有如早衰儿的代言人 全球约有120多名早衰儿童 早衰儿童家庭还会举行 定期聚会相互交流 海莉后来成为第一个被选中 到波士顿接受一项抗老药物实验的早衰儿 13岁魔咒 她能打破吗 这项实验 以多项药物来对抗老化 希望能延缓病症 延长早衰儿的寿命 面对的是一连串的检查 注射和药丸 这是第一颗药 海莉后来每年在波士顿定期接受治疗 竟然还能上高中 2012年海莉更出版自传书 Old Before My Time 她的未老先衰 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早衰儿 尽管面容憔悴 但纯真的笑容打动人心 以药物来对抗病魔 终究还是有限制 海莉到16岁时 已经无法行走 得改坐轮椅 今年初她因肺炎住院 4月初离开人世 临走那一天回家一趟 看看弟妹 最后她在母亲的怀中离开人世 海莉的遗愿 包括活着 看过所有她喜爱乐团的现场演出 虽无法完全实现 但这名百岁少女 勇敢坚强突破困境 笑容激励了许多人 留下不平凡的一夜